博佩斯库尼也是在去年的丹麦市里赛当中 有一次的赛排第九 所以最后差一名没有能够进入决赛 他也做了一个总员负值720 720 7.0的难度 那么他资格赛当中的总分是排在第二个 两票都是7.0 但是由于他第二票出了线 就是0.1扣掉了 所以他要比波兰选手资格赛排第一的波拉尼克 要低0.025分 这次有点减 还好 他主要是第二条当时出现了 这次没出现 就是落地的分腿 这样的落地的分腿 在规则中也是要扣起0.1 第一票的得分来看一下 A分7.0 B分16.675分 因为成绩和他资格赛差的不多 差一点0.025 比资格赛低一点点 要看第二条 第二条当时他出现了 这次 看看他完成质量 原计划也是个7.0的动作 选手往手上突破墨 也是为了增加这个护掌的摩擦力 就撑满的时候不会打滑 前手前指 7.0的难度 这次比他资格赛完成得好 他这次就没出现 对 当时一只脚出去 0.1就没了 这次就没有了 当时完成了还是很漂亮 波培似乎去年 就是因为资格赛排第九 所以差了一名 不能进入决赛 这名运动员强项就是跳马 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系列赛当中 法国站他跳马是第四 莫斯科站当时是排在第 也是排在第四 去年参加过这个世界杯的系列赛 来过斯图加特 当时跳马获了一块 就是世界杯分战赛的这个铜牌 599号 就是德国的汉部圈 来看看第二跳的成绩 第一跳的分比原来资格赛 低0.025 第二跳比原来好 因为他没有出界 现在他两跳的成绩 看看是多少 因为是取最后的平均分 来决定名次 看来运动员对自己的表现 还是很满意的 非常高兴 因为跳马的这个A分是死定的 所以等就是B分 他不像其他动作 A分先打出来 再等 B分先打出来 去等A分 再等 这就是 在这 在这 在他们的队的队友 在打招呼 之前我们看到选手有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 转体度数不够 出来先看一下 7.0的A分 得分是16.325 两跳平均分是16.500 排在第一位